大家好,幫大家做個政論 講一講中國,現在這個新外長 官仔骨骨、金斯眼鏡 拿著一本中國憲法讀 照計你拿一本憲法出來讀就不行了 你應該不用拿出來的 不用拿出來讀的,你是外長 當然是脫稿見記者 英文、中文應該是他的學問都不錯的 去過美國做大事的,為什麼這個表現 第一次記招這麼平常呢?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其實我想心平氣和一些 因為我們好像是很針對 我們偉大共產黨的官員 不妨這次我又客觀一些 整個中美的關係現在很差 這個當然對所有人都不好 對香港都不好,有什麼事 大家都起了槓 起了槓就變成了對立 你罵我,我罵你 包括香港政府天天就 那麽我們作為普通人呢 我們自認了香港人,自認了西方世界一員的 雖然不認同中國的那些治國理念啊 專制獨裁這些東西而已 那麽我們都希望兩個大國在我們夾在中間 你們都叫小句交吧 這個都是善意的希望 那麽我們都舒服一點 不是見親你們兩個就叫交 那麽我們就叫了一份 那整天都叫交 是不是中國人的傳統呢? 那麽我真是大家想一想 那麽這件事是不是有趣呢? 那麽這位秦江老兄弟 老鄉就大概都不是 不是廣東人掛 那麽我想他沒聽過廣東人有一句說話 麗水都開門口 過得自己過得人 那麽都是中華文明的千古智慧來的 意思就是什麽呢? 你都是要在別人的角度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那麽你才容易跟別人對話的 不是一邊吵架的 我又不叫他戰狼外交 我叫他吵架外交而已 就是一般來說 那一句都不是外交部是吵架部 那麽我們都不希望見到這樣 所以都說可以是客觀一些 我們想一下 你是不是可以調轉思維想事情 那麽大家都不用那麽勞氣了 是吧?這樣 在他第一次記者招待會 都發表了很多意見 我們叫他首次比較詳細認識 這位秦老兄 他就新任的外交部長 照理他就應該是很掌握 就是現在中美的關係 國際形勢 怎麽改善 改善關係都是符合中國利益的 但是似乎他又不是的 他只是想著千萬不要出錯 第一次可以記招 不要被人疾到 所以老套些就叫做零左勿右 我又覺得不是左右的問題 而是他拿著一本書 好像很有能力 但是這個已經變得他的才能不是很足夠了 只要他講的內容 大家就有留意、有聽、有鬧了 自然覺得他 我想轉個角度客觀點說話 就是跟回我剛才說的那句話 泥水撈開門口覺得自己覺得人 你要跟別人改善關係 這個我想都不是大家需要爭辯的 就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包括特別是老共自己的利益 是不是? 人家卡你這樣、卡你那樣 你都想卡少一些的 或者是你不是美國政府 你那些人民對你的敵意很高 現在你都要改善一下才行的 是不是? 這樣就很遺憾了 就是我們幾千年文明 現在甚至是以周恩來一路圍下來 新中國圍下來 鄧小平圍下來的外交 本來都是軟交近公 還有交朋友政策 是不是? 去到這幾年而已 變成了吵架外交 戰狼外交 以為換外長有改善 中美關係改善整個外交格局的作用 以為 結果他一上場第一個記招 就不會改善到中美任何關係 跟回他舊老闆 現在都是他的老闆 就是黃毅 王毅就升上去做中間委員 晉升國家領導人 外事辦的一把手 他就變成二把手 就是以前 Tiger那個位置 Tiger退休了 一脈相承 Tiger還好一些 這兩個就似乎再有一點了 就是說辦外交 究竟想怎樣 他想怎樣我就不太知道 我們不辯妄議 但是你想不想改善中美關係呢? 中美關係是不是你的利益呢? 中國的利益 中共的利益 我想你都不能夠說不是 但是好了 我當你是 很簡單的 那你究竟有沒有做到 就是 自己的責任呢? 還是你想繼續吵架呢? 如果我們說一個治國的良才 一個眾臣 國之所以的一個重要大臣 我們傳統對他們的要求 士大夫說希望他是以國家利益為重的 而不是以自己的官位為重的 現在看來他拿著一本書看 你已經知道他 他不想離開任何習近平定下的路線 是不是? 不想離開習近平加王毅已經set up了的東西 那照計請你做 他第一個上一個位是什麼呢? 上一個位是兩個大臣 然後調去做美國的駐華大臣 駐美國跟著就調回來 你看他的練力是相當有國際視野才是的 是不是? 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習近平剛剛連任 是不是? 都希望借助一下他的豐富經驗 修補一下 正常是這樣想的是不是? 修補一下 王毅大媽搞下去的緊繃的關係 因為永遠是換過人 大家都有些新的期待 或者你怎麼樣 你的風格會改變一下 這樣 我們大家有些聊聊天 美國人可能都是 吵架歸吵架的都是與這些 外交嘛 外交就一定要交朋友的嘛 我們好死不死呢 你看見這個 秦剛這個記招呢 他是半條線都沒有飄離 就是習近平定下的戰狼外交 吵架的性質 我們缺筆不會打筆還口 罵筆還手罵筆還口 這個調呢 就是 和過兩年做下去的是一模一樣的 不見得他想趁這個機會 我做外長 我會有多少微笑外交 老闆都想搞的嘛 看來是吧 但是我們又不見到他 不覺得他 反而他是百分之百 不好 我剛剛新官上升 千萬不要 懶惰辦事 搞錯了 搞錯了 搞錯了我的官位就不穩 那他百分之百很小心 那我們究竟說這個能神 一個能力 一個良神 還是他是一個小官 顧著自己的位置先的小官 那很不幸 我這樣說 我也有了立場 我覺得他顧著自己的小位置 就比一切重要 那這個相當是不令人覺得理想 好了 那就也都 啊 很簡單講講他那 三 就是他幾點是百分之百 就是我起個題就說他是 就是 對於中美台關係是一個謬誤 而這些謬誤是很久的 基本的 那當然啦 你如果從立場出發就沒有的 那他就零左脈又說回原來的 立場 但是呢 究竟他是不是想在這個時候 做一些柔性的外交呢 我向來就 只能夠說不是 那因為這些謬誤呢 也都 我相信14億人聽到都慣了 那他半句都沒有飄來到 但是這些謬誤是很基本的 我們都要知道 就 有幾方面 幾方面 就 例如 就是 他有沒有在港人之前想想別人的位置 只是自己講自己的入場呢 看來是完全沒有的 那 講到台灣問題了 我們focus在台灣問題就算了 好了 他說在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任何人都無權干涉 那 就 聲稱台灣問題不是中國內政 堅決玩對高度警惕 這樣 好了 然後他講到台灣問題了 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 你以中國核心 這個第一個謬誤 是你核心中的利益 你有沒有想過都是美國人核心的利益呢 有沒有在別人的角度想什麼呢 不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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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衝突 很簡單的 大家都核心的利益 打過 你不是想跟別人打過才說 你是想 喂 你核心的利益 我顧你 你顧我 那是不是這樣說話 大家不想吵架 就要 講得動聽一些 中性一些 他不只是講自己 那 就是 不可與共 台灣之民可以發生的就是 美國的事 要求不要干涉內政 台灣人的基礎是威脅台獨勢力 是定海神域的一個中國原則 真正的 不要想著以台制華 明確反對論制以台獨 先講到核心的利益 三個要點 第一 你沒有想過原來你的核心利益 你當然覺得 它其實有幾個核心呢 台灣 中國這麼大 一向你控制不了台灣 現在你想拿回它而已 你控制不了它 它是主權獨立的 你說的是貿易 發俄貨幣 人民 政府管治軍隊 它都是完全獨立的 不過你說不對 歷史維 這是一個論述 事實上它是獨立的 你控制不了它 它現在沒有任何利益給你 除了貿易利益 但是你說 是我的核心利益 那是不是 美國核心利益 你想想台灣的位置 如果台灣 美國保護不了台灣 好客觀來說 美國整個亞洲 這個大地盤 它都是保護不了 這樣來說 它就沒有核心利益 是不是 沒有核心利益 那你只顧自己的核心利益 你不顧別人的核心利益 那是不行的 你是不是沒有顧別人的核心利益 你不要以為美國全球這麼多 全球這麼多國家 這麼多盟友 台灣少少一塊 比起烏克蘭 都是十分之一的空間 很小的國土 台灣 那你什麼核心利益 但是你一看 如果台灣再不是美國 照著的地方 在太平洋 這樣 這個骨牌倒了 日本也倒了 日本也倒了中國 就是它要 它要認大哥 再不認美國 它要認中國 是不是 你看台灣在下面 台灣碰到了呢 台灣碰到了 就是中國的軍港 直出太平洋 那就是太平洋一人一半 我有戰艦 你有戰艦 航母 有飛彈 那個海就霸了一半 那這個是不是影響 當然你不能夠說 美國一輩子都霸了 沒有問題人家霸了 太平洋就霸了 現在你要去拿它 南海呢 台灣是掉牌 南海台灣有地方 它也是台灣控制著那些地方 那個台灣能夠控制到的利益 都是美國的利益 你又不理別人的利益 只想自己的利益 那你怎麼可以跟人改善關係呢 講到這裏呢 即是呢 不妨停一停 因為這條片可能就長了一些了 我分上下兩節講了 好不好 好 多謝大家先 我們馬上休息一休息 明天就繼續第二部分了 我們去看 今天看